他又走了 我夸他的时候他不在 我一旦说他坏话 他走得比哪个都快 每次我夸他的时候 他都假装走了 但凡就是 我说他坏话的时候 他马上就冒出来了 十集介绍啊 三丰 他自己的 他自己都是 都是人家介绍的 他自己手里面有资源的话 他能让别人给他介绍老婆吗 你想一下东翔哥 他骗你了 他骗你到他家去升十集 我跟你说嘛 他是一个骗局 他骗你到他家去升十集 他自己 但凡他手里面有点资源 他不得给自己留着呀 他一个年轻小伙子 一个老婆怎么够 说错了 说错了 哥姐们说错了 不是他一个年轻小伙子 他也是喜欢美女的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他真的有好的 他肯定是 自己给自己留着的 吃饭去了 一个人吃 有点寂寞 点了八个菜 还有我炫过哥 真没分啊 我们家 嗨 你好一般怎么玩的 打不过 我没 妈他赚十二星 他来打我 打得赢个屁啊 我赚十二星 哎打过你八个菜 八个菜要人帮你吃不 你八个菜一个人吃 能吃得下吗 吃了要及时吃多了 要消化不了 要不我带你表叔表娘 还有 还有张二妹 我们四个人下来帮帮忙 能不能行 坏小鱼 我有一些时候真的 你们不要再烫我的话了呀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烫我的话 你们一烫我的话 我这 这嘴巴有些时候不把风 我就老是要冒很多实话出来 不要烫我的话呀 特别是对我这些老大们 我一点都没受防 真的 就是你们问啥子 我有些时候顺口就答应 就说出来了 根本就没有防范之心 对你们来说 你们不要再烫我的话了哈 关心关心你哥 我嫂子这么关心他 都把他背在背上面走的 我还关心他 我关心他啥子吗 我嫂子现在我哥回来 那个待遇是怎么说的 我哥回来以后 走路都没有自己走了 我嫂子整了一个小拐 小时候的那个背带呀 把我哥背起走了 他待遇太好了 他真的 说明你忍你哥很久 我没有忍过他 我哥对我这么好嘞 我心里面真的 我从来没有任何的想法 背起走了 背起走了 我走了要回家吃饭了 要得老大多吃一点 等你吃完饭又来看我 等你吃完饭又回来看我 我等你 谢谢我138大哥 感谢大哥的灯牌 谢谢丁哥的灯牌 关心你哥 一个人吃八个菜 我是在关心他 我怕他吃了消化不良 你播时长吗 我是几点钟播的呀 你播通宵 你播通宵 不 老大 你要给我动力 我才能播的动 我昆冬哥也要开饭了呀 好嘞昆冬哥 好嘞哥 辛苦了 昆冬哥 感谢我昆冬哥 今天真的 胡小鱼周全 辛苦了 昆冬哥 辛苦了 我陪你耍通宵 你一天天的 你一天天的 这身体不要了 是不是老大 一天天的 能学人家 能学人家 熬通宵了 你晚上 人家是用来睡觉的 不是用来熬通宵的 明天我就说 你呀 你呀头发 像我割了 不是 你呀头发 永远不会像我割了 那样子 你熬通宵 对身体不好 你熬通宵 也就是说 对身体也很不好 就是熬夜 给我血压 熬到160了 就是不能熬啊 不能熬夜 我就是为了你不熬夜 我都白天播 你看我哪个时候 晚上播过吗 我晚上几乎都没播过 就想着我们家老大 必须要有健健康康的身体 然后 然后我就都是白天播 但凡我晚上播的时候 你们来守着我 然后那个熬通宵 通宵的熬 熬得住几个通宵嘛 啊对身体一点都不好 是不是嘛 你们都 有些时候 你们仔细想一下 其实我这个 用苦良心啊 我希望每一个 就是关注我的 这些大哥大姐们 每天陪着我直播的 各姐们 那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 都是健健康康的 知道不 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吃的 吃的下去 好吃的 然后睡的 睡得凉好觉 不失眠这种 说真的 现在你 助他什么 发大财 我家大哥已经发大财了 咱不如说 助他一点实际的 就是 吃饭香 睡觉香 其实这是最简单的 用苦良心 我就是用心良苦啊 用苦良心 用心良苦 谢谢我姜哥 感谢我姜哥的灯牌 谢谢雪狐哥 感谢龙康仁大哥 谢谢哥姐们的灯牌 谢谢大家 我就看一下 就是我这个美女 坐在这里 你们能不能忍住 就是不要跟我刷亲吻 就我这么大一个美女 坐在这里 如果说不空 不空收到几个亲吻 我觉得都不符合 就是我们大哥 这些实力 跟这些 跟就是我这个颜值 跟这个实力两个 但凡不空收几个亲吻的话 我觉得真的 有点对不起你们 也对不起我 谢谢我随心哥的关注 感谢随心哥的家团 谢谢蓝庄哥 欢迎我蓝庄哥的灯牌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欢迎我骄傲哥回家 欢迎我们骄傲哥 我骄傲哥吃饭回来了呀 不是这个哥 点错了 亲吻 就是那种飞过来亲一下 飞过来从这边 突然飞过来亲一下的 那个特效 重新选一下 选择错误 没得呀 张医生在做晚饭 张医生没在家 张医生在旁 在家的话 我要穿外套了 在家里面 我找到 我找到 穿这个要找到 谢谢我随心哥 感谢我随心哥的亲吻 谢谢我随心哥 谢谢烧烤哥 感谢烧烤哥的灯牌 那不是杂子呀 还是我随心哥给排面了 谢谢随心哥 可以叫你妹妹 跟你一起到南冲 陪六叔 陪六叔 杂子 人家我妹大学在实习陪六叔干啥 怎能六叔天天做饭 好嘞随心哥好嘞哥 少平哥 哎小鱼 哥笑不好 这么长时间也不不连连烧哥这一块 也不对少对少平哥怎么就一点点那个什么都没有吗 对少平哥一点想念都没有啊 对对对对那你想我妹吗 搞点货 你估计就是我跟你说吧 上一句他都不愿意敷衍我 他说你都没想过 搞点货搞点货 搞点货 下一句就是搞点货 我们家真的我们家 卖疯子说你咋不喊你大哥来跟我支持一打我又不是包赢的我又不是包赢的我打不赢你啊 余了余了哈 小平哥很凶他就是他很凶他来打我我从来都不敢接他真的搞点蜂用啊蜂用啊蜂用吧呦 卖疯子说喊你给我拿两个大哥过来买的粽子你假装听不到好来来来来来搞个一点点哈 这样子嘛小平哥我真的我估计一千双我都打不上去我不跟你说哎呦纯属娱乐纯属娱乐哈来来试试看 搞一搞搞一斤可以吧 那喊你大哥过来先打点医药费哈等哈 马上去哈马上去搞一斤红用我输了我给你发一斤啊啊一斤呢 嗯你确定一斤打什么我挂了重脸里啊公来重脸里啊打总票啊 哎呀有一斤一斤可以说真的少平哥能想想着小鱼跟小鱼打上pk他不嫌我们家了哥姐们咱们也不要嫌自己了 少平哥都没嫌我们家了哥姐们咱高低得打点排面分 他们家人这个没办法咱们多多学习一下开干欢迎我守望老辈子 地面了开干了打少平哥打开都可以干了 咱们家可以干了可以干了感谢我都干地区赛礼物地区烈赛感谢我陪走 直接干感谢我郎哥直接干说他的好感谢我非常感谢哎呀 好最后一局最后一局我们往前冲一冲感谢我张哥感谢我放弃也说说那个到到这个五点五十五你们告诉我五点五十五你们告诉我感谢末路发开感谢我郎哥现在放弃也说了感谢家长等哥谢谢我大声哥谢谢放弃也说的感谢我们四季胡适管他谢谢大哥们感谢我金顶康金的酒店 紫薰心灵后灰色东西五层子在武器啊现在我还是长逢第四名感谢我们许公子谢谢我们风度平面那个感谢我雅乐斯大哥感谢我平哥能不能再往前冲锁我背包准备好是吧 55干55干55我来把背包你们别急留点票留点票 六点票六点票大哥们六点票六点买我55